今晚呂王是和平時的時間不同 但是上官和上賣壯 今天介紹的是這次委員會副主席 廖烈武先生 廖夫人 還有市政局議員王澤森先生 詹少林先生 陳漢忠先生 江永安先生 黎時患先生 王項禮進入大禮台的地方 可以說是一個主席台的位置 相信會景大巡遊 由於呂王項禮的駕琳就開始 分別我們見到在大禮台上面 是由港督和港督夫人 以及劉烈武先生 沙利士先生等等普通 現在我們可以非常清楚見到 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他說何英介紹 英女王伊莎白二世 香港是有專人負責服裝方面的 剛剛是在奏英國哥哥 奏完英國哥哥之後 我相信在外的嘉賓就可以就座了 聽說說服裝方面 就是以昨天來說 呂王有很頻密的籌作 有很多活動 換衣服根據報道 紅了三次這麼多 早上一套 夜晚一套 夜晚又一套 但是要我們民眾見到面的 就似乎今晚最盛裝的了 頭上戴的也都… 的飾物 也都比平時見的 就是貴重很多很多 平時我們見的 就是普通常服的一頂帽子 但是今晚是人王般 那些鑽石是閃閃生暉的 價值是連城 有很多人說到這一方面 就說英女王不像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女性 但是她有很多財富 都是只有一個港字 就像她以前的那些投資 價值連城 但是根本上是折頭折尾的不共產 好了 現在的巡行正式開始了 在場的軍樂隊也跟著 向漢台方面一路操進 現在我們不僅可以在螢光幕看到 就是這次蓮花仙子 使所充分表現出中國傳統的特色 因為蓮花仙子這些無論是服飾 或者是音樂 以及他們的舞姿 完全都是圍繞著中國傳統的一切 也可以看到 英女王對每一個御境巡遊對面 她的反應是怎樣 這條龍成為這次會境大巡遊的握足器 是有它的意思 起碼都是歡迎 英女王抗泥訪港的秩序之一 所以一定是找一樣的特徵 是成為帝王的象徵才行的 所以說現時這條龍沒有起來 簡直有它的氣勢 我相信女王抗泥看到這條龍 那麼生滑也是非常開心 我不敢說她以前沒看過舞龍 相信很可能看過 但是現時親臨香港這個地方 而在由市民組織起的一條龍 這樣在她面前舞動 她一定非常開心 沒錯 說未完畢她已經是非常非常開心 那麼在圍觀的市民的一片掌聲之下 這條龍就再在大禮堂前面一路捲動 我看下去就這樣到 這個成為壓軸的一個單位 金龍過了之後 回景大巡遊的節目已經結束了 但是仍然站在那裡 好像依依不捨那樣看著 英國王抗泥的風采 英國王抗泥也是揮手致熱 圍觀的市民 是有很多情不自禁的 是歡呼回頭 對於我們市民來說 這一陣可以說得是臨別衣衣的 因為明天一早九點鐘 英國王抗泥就會離開 港督府就去其他機場 坐飛機離開香港 什麼時候會再離開呢 這一點大家都沒有人知道 相信機會不會很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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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呂王是由市政局主席 沙利士先生同門之下 離開大禮台 這次跟離的時候路線有少少的分別 離是進入威菲路兵房 在禮台的後面 跟委員握手後進入大禮台 而這次離開 就在大禮台前面 左邊的梯級就走到彌敦道的旁邊 現在我們見到就是彌敦道旁邊的地方 在那裡然後乘搭它的座駕車是回到港督府的 現時見到車隊已經沿著彌敦道 在奧斯汀道那邊駛過來 當然前面有電單車隊 在這個時候會境巡遊完了 呂王就快要上座駕車了 接著就和沙里士先生是厄別 當然了 王夫 菲律親王我們沒有工作 已經隨後登上座駕車